就我有个那个交道 导演组去问他的工作人员 他们都说 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成为朋友 奇妙的朋友圈 对啊 比如说你跟杨子 是因为什么成为朋友 那我跟尹儿怎么认识啊 这么奇妙吗 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我跟尹儿好像是 应该是郭娜娜吧 娜娜 就是有一次我 我们是谢娜的秀 然后我就跟 嘉宁姐啊那些 然后尹儿又去 然后结束之后 我也在 我也在 对她也在 然后结束之后 不知道谁说要吃火锅 然后我就过去 就认识了尹儿 然后那时候 我在北京的时候 尹儿就说 我在那个马可家 吃火锅 你要不要等一下过来一下 我说 那我跟谁在这边 我一起过去吧 结果一过去 马可就说 我问一下杨子在不在 他说我邻居 他说我在啊 然后就下来 就说 所有人都很被动 所有人都在家里 我觉得大部分艺人 都在家里等着偷 在家里等着偷 就是要很熟的吧 很熟的很熟的 当然很熟的 而且很多艺人 都是住同一个小区 对 就很容易 就哎你在干嘛 你在洗澡 你等一下洗完澡 过来吃东西吧 好 就来 就约到了 对 他跟娜娜是 就特别好 跨年演唱会 他们两个合唱 那个是我印象特别深 是一个很美的秀 而且他俩唱得还特别好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明明那时候很甜 然后有一点温暖的歌 但绝对不是悲伤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两个穿着 很漂亮的领服 然后从那个生姜鸡升起来 然后两个人互相唱完之后 一对是要唱合唱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开始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能贴到那个点 我就觉得这也太好哭了 我就自己想想 有什么好哭的 就他们也没有在一起 经历过什么患难 或者怎么样 你现在回想起来 是不是很妙 那个眼眉很妙 我觉得是朋友的氛围已经到了那个时候 一回头看到他 你不用讲什么话 然后奇怪好想哭 然后就哭了 然后对方也感到那个 但他们现在感情已经不联了 现在已经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为什么 她的心思都放在小孩身上 她去跟跳跳跳跳吃住 不好维系 没有 因为她到底要回去 这是真的 我就要控诉 常年我们快乐大饼完了 就都有 都要吃饭 她现在常年说 她要赶飞机回去陪杰哥和孩子 哎 可是还好我去录的时候 她有留下来 她说我都是为了你留下来 不是 那是因为第二天还有一场露鱼 这样当尴尬 他们有又破碎了 又破碎了 我吃醋 因为我们以前就一起去玩啊 或者是我们会去KTV唱歌 而且我们住的是不一样的城市 然后见到面的时候都会想说 很珍贵嘛 很珍贵 一定要就是玩得很开心 但她有时候到底她就说 哎 你们继续啊 我要回家了 她就要回家陪小孩 就会觉得好吧 因为她一定是妈妈了 你又不能拒绝在心里有失落 失落 久而久之就把她从最好的朋友那个位置降下 有谁顶上去吗 你也说出来让那个娜娜吃醋一下 哎 我考虑一下杨迪 因为笔记没有人顶上去 杨迪可能伤不到娜娜 她好陪我太多了 你要不要选择娜迪 娜迪好啊 娜娜 我在外面有新的娜娜 而且你应该不会这么快就生孩子吧 哈哈哈 我迪上来台湾里还有很长一段路 只跟孩子较劲 对 在她心中孩子才是友情的试金石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婚生子了 那我你可以放心了 对 不是 你自己不找你 你还要人家 别着急 到时候上去的应该是我 因为她可能也要 之后如果要当妈妈的话 对不对 那你就找别人顶替我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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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